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了解一下你现在网站的架构 就从哪里 从左手边这里有一个叫页面 因为你从这边有没有发现 当你用数状检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你现在说网站架构 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我们看我们左手边编辑测栏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页面 数状清单 现在就是我们在这边了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了 很清楚了 你看我刚刚那个设计概念是不是要回到这边来了 那么你看呢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可以看什么 附件 因为如果你刚刚有利用附件的方式 可能你在这个文章在那个文章是搞不清楚我会放在哪里 可是我透过一个统一的附件的这个选单 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我现在里面有多少档案 怎么样 然后他的位置怎么样 放在哪里 大小多大 这样有没有清楚 而且你们发现后面还有修讯版本 也就是说外星领附件有修改过的 啊糟糕 不放在哪里 现在头脑不清醒 没有关系 才有机会回来 这样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地方 就会比较了解 那已经删除了 也不要难过 垃圾桶 所以这个是您在这个鞋肉平台上 他帮您就是做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这位应该会比较容易做一点 那至于后面这个我想 在我们刚刚有讲过的 有没有 应该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了 好